岛内民众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负面声浪 标高5.6个百分点来到44.8%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施政满意度 下滑6.9个百分点为43%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民进党不仅未能有效控制住新冠疫情 而且还恶化了两岸关系 致使台海局势持续升温 一些岛内人士还呼吁立法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不允许蔡英文苏贞昌等高官外逃 绝大多数岛内民众认为 民进党当局不应该持续挑衅大陆 更不应该主动引战 升级军事对抗的风险 而是应该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 因为一旦爆发冲突 受伤的只会是弱势的一方 且不要期待外部势力会出兵来救 其实连吕秀莲早就曾告诫民进党称 现在已是大祸临头 却还指望美国能够保护台湾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话 不知死活 吕秀莲还强调 台湾是小岛 一旦开战 岛内民众必无可避 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两岸人民无冤无仇 我们应该用智慧争取和平统一 要知道 吕秀莲也曾是台独顽固分子 现在她不仅警告民进党已是大难临头 而且还公开呼吁统一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两岸统一已经不可阻挡 台独分裂势力覆灭的日子快到了 所以吕秀莲迷途知反 并且呼吁两岸争取和平统一 并希望给自己争取一条生路 但是靠鼓吹台独起家的民进党 是听不进去的 并大搞一意谋独 岛内疫情爆发后 大陆曾表示愿意向台湾同胞提供疫苗 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 但民进党当局却大搞政治操弄 为了制造反中情绪 人为设置防疫物资入台障碍 甚至反击大陆不必假好心 对于民进党来说 疫情防控并不重要 甚至不顾及岛内民众的死活 其自私自利的程度 不敢说后无来者 但绝对称得上是前无古人 以至于岛内疫情形势 正面临失控的风险 这所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普京也已经准备收拾菜当局了 据悉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近日宣布 将在年底之前 对半导体生产所必须的奶气等 惰性气体进行出口限制 涵盖范围主要包括对俄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 此前在乌克兰危机中 民进党当局跟随西方国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并且在舆论上 大肆抹黑和攻击普京政府 网图换取西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 但很快普京命令相关部门列出对俄不友好国家和地区的黑名单 并实施惩戒 台湾地区不出意外的被列入其中 由于俄罗斯一直忙于与西方国家的博弈 以及考虑到与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 暂时还没有对蔡当局实施惩戒 如今俄罗斯已经获得在乌克兰战场的主动权 并且已对名单在列的不友好国家实施反制和惩戒 例如对波兰 立陶宛 捷克等多国断供天然气 这无疑是普京利用本国的能源优势 对西方制裁挥出的一技重拳 现在普京已经开始准备收拾菜当局了 因为氮气等多性气体是制造半导体必不可少的原料 而且俄罗斯在该领域占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市场 一旦俄罗斯停止对台湾地区的供应 就会让台半导体企业陷入供应链断裂危机 并将加剧全球芯片供应短缺 实际上西方已经尝到了制裁俄罗斯的苦果 且正面临着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 为了防止芯片短缺 美欧不顾中方大陆反对 执意推动与蔡当局的经贸合作 就是想与民进党达成交易 换取稳定的芯片和半导体供应 如今 俄罗斯决定限制半导体原料的出口 可谓是釜底抽薪 因为一旦限制对台奶气等原料供应 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就将面临停工停产的风险 西方也无法获得稳定的芯片供应 不过 民进党当局也并非无路可走 他们完全可以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 并向大陆寻求援助 否则其半导体产业迟早要被搞垮 一言以蔽之 西洋自重没有出路 搞台独更是死路一条 派军机在我们沿海方向进行抵禁的侦查 还倒打一耙 说是中国的军机 威胁了他们的公共的飞行自由 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这个事前因后果 因为我们先说澳大利亚 它的军机是在哪活动呢 是在我们南海的西沙群岛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军机 它是买的美国的P8A反潜巡逻机 它执行的什么任务呢 它不是从南海这个上空飞过就完了 它总是在我们的就是相关的岛屿上面 或者附近进行绕着圈的侦查 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行动 是一种挑衅的行动 因为这个南海里边有我们大量的岛礁 比如说在西沙有我们的永兴岛 永兴岛旁边还有东岛 我们有时候管它叫鸟岛 上面好多尖鸟 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领土 那领土旁边沿着领海线 就是12海里的这个领海 领海上面就是领空 那你现在就是围着我们的领土转 你在我的领空的这个附近转 你是侦查我的这个西沙的情况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三沙呀 就东沙中沙西沙这三个群岛 它这个我们叫三沙市 三沙市的这个政府呢 是在西沙永兴岛上 那你现在老跑到这来侦查 那是直接威胁我们安全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警告和驱离 那这个就是你驱离它有什么依据呢 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也讲得非常明确 这个12海里上面是领空 你侵犯人家领空 你侵犯人家领海是不允许的 你现在军机好像打着什么航行自由 你跑到我这块来反复的转 那我肯定要对你进行驱离 那么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呢 往往就是飞机速度比较快 它不是靠人眼看的 它主要是靠雷达 首先要侦查 就是看看这个天上有什么样的飞行器 然后呢 就是识别查证 是哪个国家的 然后你的航线是往哪个方向飞 是朝着我飞来 威胁我们 还是说来绕着圈的飞 抵近侦查 还是说就从这擦肩而过 就这个借个道走路了 所以我们看到它是来抵近侦查的 那当然我们就要采取反应 首先是警告 一般都是先通过无线电 靠近这个方向的时候 就说这个你已经靠近中国的领空了 你已经靠近中国的领海了 这个请你远离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听到这个无线电的信号 应该是改变自己的航向 不要朝着人家的这个岛屿或者是领海方向来飞 但是你不听劝 你还是要过来的话 那人家可能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是采取了起飞战机 他说是歼16 歼16是双发的重型战机 这样的话 永兴岛上也有机场 2000多米长的这个跑道 所以既可以起飞 就歼10这样的飞机 也可以起飞歼16这样的重型的双发的战机 那起飞之后呢 他说对他进行了阻碍 可不是要对你进行阻碍吗 因为你靠近或者威胁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领海领空 所以我们当然要对你进行警告 那你不听劝的话呢 我们还要对你采取更严厉的驱赶的措施 他说呢 中国的军机向他发射了这个干扰弹 实际上不是干扰弹 干扰弹是从机尾发射的 就是当对方发射导弹的时候 打击自己的时候 他发射干扰弹 就干扰弹呢 就像咱们放里花一样 他有比如强烈的这种红外的信号 让你导弹呢 就是不要追飞机的尾喷口 而是这个追他那个红外的信号 这样就是起到干扰的作用 而我们就是释放的很有可能是这个夜光弹 夜光弹呢 它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边装的呢 是镁和铝的这种合金 所以他白天打出去之后啊 可以有一条非常明亮的啊 这个就是航迹 因为这个弹机弹道啊 就马上就让你看见啊 就是你该往哪个方向飞 不该往哪个方向飞 你要朝着我这边飞 或者朝着我们岛屿飞 这个你可能人家就打真的弹了啊 所以就是就说明距离比较近了 所以已经是对他进行驱离了 那我们做的这种驱离呢 是完全啊 就是符合国际上的 这个常规或者是法理的 我们还讲一个就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呢 他也是用的是美国的这个P8A 反潜巡逻机 他也是在我们的家门口转 但不是西沙这个方向 那么中国的军机当然要对他进行驱赶 就是说你赶紧走啊 这是中国的领海领空 请你远离 加拿大的这个倒打一耙说什么呢 说我是在执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 我是在侦查监视朝鲜 首先联合国有没有这样的决议 需要加拿大的派军机 跑到中国的家门口 来进行这种侦查 首先这个存在不存在 第二点 即使你是执行所谓联合国的决议 你也不能拿着就是 中国当你的基地 拿着中国的这个安全 来作为你的陪衬 这个是不行的 就是你说你要侦查朝鲜去 或者监视朝鲜去 你就在中国的领海领空上面 横行 那可不行 那你这军机直接威胁到 中国的领海领空的安全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允许 所以从两点就可以反驳它 第一这是中国的家门口 第二你威胁了中国的安全 第三你的这个借口根本就站不住脚 第四我们采取的行动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事情就可以看到 就是西方这些国家 它是一个双重标准 就是你的飞机 你的军舰不能靠近它 但是它的军舰 它的飞机可以靠近你 威胁了你的安全 还说你的行动不规范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情况 见得多了之后 就要给它一点颜色看 就是要让它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就是你不可能 想一种欺负我 或者是压制我的 威胁我的方式 来跟我们解决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多给它几次颜色看之后 我想这些国家的军机 就可能会减少在我们国家周边的 这种侦查或者挑衅的行动了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刚结束的菲律宾大选中 小马克思当选为新一任总统 他上台前一直被认为是清华派的 因此他的当选 也让很多中国人松了一口气 但他上台后的一系列言论显示出 他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温和 5月26号 他刚上台还没一个月 就对媒体表示 支持在海牙国际仲裁法院 2016年做出的裁决 宣称将维护菲律宾的海洋权益 不受哪怕是一毫米的践踏 要知道 这个仲裁案 当年差点引得中美擦枪走火 杜特尔特上台之后 对这个仲裁案那是提都不提 这个被认为清华的小马克思 反而重新提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还不止如此 最近菲律宾外交部 也以中国在南海 发布捕鱼禁令为由 宣称中国干扰渔业活动 对中国表示抗议 那如果只是这些口头的摩擦 我们还可以理解为 新政府需要安抚国内的鹰派 但是菲律宾新政府 在实际行动上 也逐渐显露出强硬的态度 一方面 从5月27号 菲律宾就重启苏比克湾海军基地 并在这里部署了两艘护卫舰 根据计划 未来这里还将部署空军战斗机 苏比克湾基地 是曾经的美国军事基地 在冷战结束后 菲律宾收回了这里 但是由于菲律宾与美国 签署有共同防御条约 访问部队协议 以及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三个军事条约 美军可以以访问的名义 进驻菲律宾 并且使用菲律宾相关的军事设施 本来在今年2月份 杜特尔特已经宣布 终止访问部队协议 但是近日 菲律宾宣布 从6月1号开始 暂停终止这个协议 为期六个月 也就是说 今年下半年 美军可以以访问的名义 进驻苏比克湾基地 这个基地位置优越 对南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 如果美军真的进驻 对我们非常不利 另一方面 菲律宾近期与我国海景的摩擦 也在不断升级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也就是CSIS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披露了今年3、4月份 发生在南海东部海域的 三起中飞海景较量的事件 第一起事件 是3月中旬 台湾当局科技部 所属的海洋研究所 派遣了一艘海洋考察船 传奇号 于3月13号 从台湾启程 前往菲律宾 这是蔡英文推动的新南向政策中 为了加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个项目 由台湾中央大学 与菲律宾大学 国家地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 调查菲律宾靠近南海一侧的海底地质情况 随后 中国大陆5203号海景船 就离开了南沙群岛的美济礁 开始近距离的追踪 传奇号 台湾当局先后派出了三艘海景船前来对抗 最近的时候 距离我国海景船只有1000米左右 而在4月6号 一艘菲律宾海景船也加入了对抗 到4月7号 菲律宾海景船返回摩港 5203号海景船继续追踪船情号 直到4月9号返回台湾 菲律宾海景直接与台湾合作 与大陆海景对抗 这还是首次 第二起事件是在4月4号 挪威一家地质勘测公司的勘测船 Geo Coral号 抵达了巴拉旺以西 距离菲律宾海岸60海里的SC75区块进行勘探 菲律宾PXP能源公司在今年2月份宣布 雇Geo Coral号在SC75区块进行3D的地震勘测 还计划在里月滩的SC72区块钻两口评估井 那我国的4201号海景船就前往跟踪 直到4月6号菲律宾农员部命令PSP能源公司暂停在SC75和SC72所有的勘探 活动直到菲律宾政府颁布许可证才能继续 第三起事件呢就发生在4月底了 4月20号 菲律宾农业部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运营的研究船 达布法尔号从巴拉旺起航前往仁爱礁 那4月21号呢 当达布法尔号接近仁爱礁的时候 我国的5304号海景船开始对其进行跟踪 AIS的数据表明 5304号追击达布法尔号距离非常近 多次接近100米 随后我国的5303号还有两艘渔船也从北方逼近 在这种压力下 达布法尔号呢 在距离仁爱滩12.7海里处转弯向东撤退了 与此同时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帕罗拉旗巡逻船 从东面接近仁爱礁 我国的5303号海景船和一艘渔船对它进行了追踪 三艘船在仁爱礁以东大约6海里处停了下来 另外呢 我方还有三艘渔船开始从南向北接近 那几个小时之后 菲律宾海景船离开了仁爱礁 向西北方向驶离了对峙区域 这些事件表明 我们并不能认为菲律宾已经高枕无忧了 心上它的总统 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清华 但是我们应该也看到 我国在南沙群岛填海造岛完成之后 我国对南海海域控制不足的劣势 已经被彻底扭转了 依靠这些岛屿 我国海景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能够实时地监控 几乎所有专属经济区的船只活动 完全能够保卫我国的利益 不受侵犯 但是如果菲律宾引入美国力量进驻 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对此呢 我们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也许黄岩岛上的大自然鬼斧神功 也可以上演了 好 本期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上期节目当中我说 日本如果再不清醒 再不悬崖落马 不排除将来 还要挨更重的打 上期节目我的话音刚落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省称 8号 四架疑死俄罗斯军机 在北海道以西的日本海上空 夜间飞行 四架飞机静止飞入日本领空后离开 日本防卫省认为 这一行为非常罕见 日本方面已对此加强警戒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不谈日本 再次把目光转向乌克兰 已见中南 登高望远 本期话题 俄罗斯城 罗干斯克和顿涅兹克 已大步解放 无军炮击俄罗斯边境地区 使用的不一定是美制武器 普京不见泽连斯基 今天给大家带来 关于俄乌冲突的三条最新的消息 第一条消息 俄罗斯城 罗干斯克和顿涅兹克 已大步解放 塔斯社最新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伊古表示 罗干斯克和顿涅兹克 位于北顿涅兹河 左岸的大部分地区 疑惑解放 罗干斯克97%的地区 疑惑解放 北顿涅兹克市的居民区 已完全解放 但对该市工业区 和周围居民点的进攻还在继续 俄罗斯方面 邵伊古的这个说法 有没有水分 有没有夸大的成分呢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人的说法吧 立场偏乌克兰的 美国华盛顿战争研究所 7号的俄乌冲突报告当中 明确写道 俄罗斯军队可能已经控制了 北顿涅兹克的大部分居民区 而且还控制了 北顿涅兹克东南部的两块郊区 分别是 梅托尔金和鲍里夫斯克 所以综合以上这些消息 可以说 乌克兰军队在北顿涅兹克 大势已去 那么我的判断 接下来这座重镇的结局 大概率重现 卢比日内耶模式 就是说 在俄军围困青角工业区 乌军部队的同时 由卢根斯克亲俄武装 以及俄罗斯国民禁卫军进驻 维持社会秩序稳定 逐步恢复军民生产生活 因为这次行动以来 俄罗斯基本上采取的 都是这个模式 同时邵伊古这次 还释放了三条重要的信息 一 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铁路公司 通过共同的努力 为恢复俄罗斯 顿巴斯 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之间 六段铁路的正常运行 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已经开始向 马里乌波尔 比尔江斯克和赫尔松 运送货物 二 俄罗斯其他地区 不仅克制海峡大桥 从陆地直接连通克里米亚的 公路运输 也已经恢复 三 邵伊古还透露 被解放地区每年的粮食产量 可以达到一千万吨 蔬菜产量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吨 那么以上这三个信息都非常重要 前两个信息 应当是俄罗斯早早的一个规划 现在准备落地实施 披露第三个信息的主要目的 我认为 一是在当前 粮食危机风险担忧的情况下 安抚乌克兰当地民众的恐慌心理 二是俄罗斯想提醒西方不友好国家 想要避免粮食危机 化解粮食危机 绕不开与俄罗斯的对话和合作 讲到这儿呢 我想说 俄罗斯这次大步解放 卢干斯克和顿涅兹克 下一步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 一定会不惜代价拿下的 因为这个地区 不光涉及到农业领域 粮食领域 拿下这个地区 对俄罗斯意义重大 意义甚远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列一组数据吧 首先就是煤炭 顿巴斯这个地名 实际上就是顿涅兹煤田的简称 这里的煤炭蕴藏量极其可观 两千四百亿吨 以探明储量超过了一千亿吨 这个地区 已不到全乌克兰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九分之一的人口 但经济产值占到了整个乌克兰的三分之一 同时这个地区重工业云集 航运发达 人均收入水平也相当高 占前是乌克兰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情况 俄罗斯城卢干斯克和顿涅兹克已大步解放 与此同时前几期节目我也介绍过了 其他方向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 俄罗斯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给当地民众 准备发放俄罗斯联邦护照 为加入俄罗斯做准备 那乌克兰方面是很受刺激的 所以来看第二条消息 乌克兰方面的动作 武军使用榴弹炮炮击俄罗斯边境地区 6月7号 俄罗斯国防指挥中心负责人米金彩夫说 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北约榴弹炮 可能是美国的M777榴弹炮 轰击了与哈尔科夫毕临的俄罗斯边境地区 对于这个消息 客观讲我个人倒认为 乌军炮击俄罗斯本土所使用的 不一定就是美制的M777 因为迄今为止 已经有多款来自西方各国 发射北约标准155毫米口径炮弹的火炮 作为军援物资抵达乌克兰 比如说法国的凯撒自行榴弹炮 波兰的克拉布自行榴弹炮 挪威和比利时的M109A3自行榴弹炮 以及意大利提供的FH70牵引炮等等 而且我认为 这次炮击事件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在未来短期内 德国的自行榴弹炮 以及斯洛伐克的自行榴弹炮 可能也将现身乌克兰 但是 无论将炮弹打到俄罗斯本土上 究竟是哪一款 可以肯定的是 感受到威胁的俄罗斯 必然会加大力度 猎杀这些北约援助的武器 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二条消息 第三条消息 普京不见泽连斯基 俄乌冲突发展 激化演变到今天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细节 就是泽连斯基从一开始 就特别想见普京 一直在媒体前喊话普京 要求普京见面 谈话 甚至出言挑衅普京 他想通过领导人 个人之间的会面解决问题 不仅泽连斯基自己讲 说想见面 还通过土耳其地话 转达这个意思 但是 普京就是不见 普京见了马克龙 也不见泽连斯基 最新的消息 泽连斯基又呼吁 想见普京了 拉夫罗夫8号的回应 核心两句话 第一句 拉夫罗夫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的会晤机会 只有在两国谈判 进程恢复之后 才会出现 第二句 拉夫罗夫实际上 说出来了原因 拉夫罗夫说 乌克兰领导人 对俄欧谈判 表现出轻率的态度 泽连斯基 想为了会晤而会晤 他每周有七个星期五 他一再表示 只有俄罗斯人把部队 撤到2月24号的分界线上 谈判才会恢复